嘿大家好 好嘿大家好 那麼今天我們帶來的是第三場 冠軍杯冠軍賽 雖然打完啦可能有些人已經看過直播了 but我們還是來分析一下 那這三場可以看到第一場的那個 權福最強流川 也是權福最強的猴子 那他的猴子第9名流川第1名 那這一場他再次的拿出了 不是拿出武騰遊戲 拿出流川風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場比賽 他的表現是如何 那可以看到對方 選的陣容 居然不是魚猴配 我覺得如果是選魚猴再加上 這個仙道的話可能會很強勢 但選了一個刺目可能是想說 籃板方面想要守護住吧 那猴子可能算是選來 防守也是進攻兩箱野 他可能也會接仙道的球 意思一樣也就不需要有魚住 那像我可能還不會接仙道的球 所以我可能玩猴子是需要魚住的 需要魚住的愛與關懷 這邊抓到一個二段的機會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repeat 猴子這時候在身後已經起跳了 那刺目這邊只能選擇跳一段 而仙道在更後方 在那邊吃餅乾不用說 要過來蓋二段是更不可能 所以這個流川鳳把握二段的時機是非常好 除非刺目自己才二段 不然不可能蓋得到 仙道撞停之後分球給猴子一段上籃 還好拍下來的時候仙道再撿起這個地板球 上去分球給猴子一個跳扣 成功扣進去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球的站位 這一球呢先到上去之後櫻木起跳 但剩下兩個人都沒有站到 可以蓋到猴子的位置 所以這一球跳扣 就算時間點再怎麼對 都還是蓋不下來 他們都站得太外面太後面了 好球全回到流川鳳這邊 那這邊大家呢全部擠在一團 你們有沒有看到 那這時候呢只要再拉出去就沒問題 我們再看一次喔 你看這是他們的布局喔 他們把對方的人呢都集中在這個油漆區裡面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一個後車拉出去 加上光頭一個擋拆 猴子就算連跳步 連肝都肝不到 肝腦都肝不到 肝半面還可以 所以可以看到他們的這一個進攻體系 是有在佈局的 我們來看一下仙道這邊怎麼進攻 分球之後給猴子 想要左手掛人嗎 沒有 這時候一個後仰晃倒一個人之後 直接猜拳 沒問題啊 那這一段進去呢只能跟櫻木猜拳 櫻木猜到了 那就帥 拆不到就假賽 光頭站在流川後面 幫他擋住一個 但是還是被仙道拆到這個後仰 這時候呢流川方接到球 漢地拔衝又被仙道給拆到啊 我再送你一鍋 買一送一 這時候再選擇把球分出去 仙道盯好盯滿 但這一球 蓬蓬直接接下這個籃板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一球 仙道那個壞影突破之後 拉到左側來 再重新看一次喔 看一下赤木的位置 赤木呢看到仙道準備往左邊走之後 他也跟著來到左邊 然後順便的幫他擋住了櫻木 那雖然說劉川峰這邊 跳起來可能干擾得到 但他就沒跳 但是意思有道啦 雖然赤木只擋住一個人 但至少有擋 好再來看一下這一波進攻 看一下三帥這邊的進攻 劉川峰拉出去拜佛拜回來 會傳給櫻木進攻啊 不會直接漢地拔中拔起來 但很可惜這一球彈得出來 但籃板還在他們手上 那這邊光頭擋得非常好 然後又是空間出手 我們來看一下光頭是什麼時候按擋拆 劉川峰拉後側準備出手的那一剎那 光頭才按下擋拆 而不是老早的就在那邊 跟敵人說 欸我就在這裡擋喔 來喔我等一下會去那邊喔 我現在在這裡擋喔 不是喔 所以呢 擋拆除了這個位置很重要以外 在時間點也很重要 那對方馬上呢使出這個血輪眼 拷貝忍者卡拉姆就馬上給對方一個 複製擋拆後仰得分 那三帥這邊馬上再還以顏色 也是一個擋拆後仰得分 好這邊先到接球之後 直接個一般突破馬上接後仰 雖然遭受干擾但還是命中 但赤木的擋拆大家可以看到 赤木的擋拆不會離這個油漆區太遠 因為假設沒擋到沒擋好 哇投出去可能會沒籃板喔 因為對方是雙板 那他們這邊只是單板而已 流川這個背扣被這個經驗老道的赤木抓了下來 沒收了他的背扣 那這一球先到他們如果打進去的話 比分就可以拉開到了四分差 大招直接開起來 Thank you Oh my gosh 變成Thank you 但還好還好 藍板沒過去 那就地板球沒過去 那就不是Thank you了 最後呢還是順利的拿下這兩分 比分呢拉開到了四分差 還行還行 那現在呢看起來比賽就有點變數了 那這個櫻木 catch and shoot 成功的拿下兩分 算招受到干擾 好先到這邊接球之後 一個幻影突破晃倒了光頭的腳踝 馬上接一個後仰得分 來注意一下喔 注意一下是猴子跟赤木的站位 他們知道幻影突破的最後一個位置會在這邊 所以才選擇在這邊擋拆 那這個意思就跟假設他們站在對面 看到仙道的幻影突破 他們也會知道要站在哪裡 可以撞倒仙道的幻影突破 所以這是經驗的累積啊 不過呢不得不說這個流川風真的是客家頂頭王啊 怎麼可以這麼客家又有這麼準 來像這一球 光頭呢擋到了仙道之後 猴子遭干擾去干擾流川風 還是被他頂頭投進啊 從第一場開始這個流川風的頂頭 就真的是嚇嚇驕 好來下一球的話我們再來看一個細節 這邊的話呢球再分回去給仙道 赤木擋拆之後先到進去直接二段得手 很多人都會覺得這流川的失誤 但你仔細看喔 赤木的這個擋拆導致流川風在進去的時候 他就算那個位置時間點跳對了 但是他距離也不夠 所以他距離要夠時間就會變晚 所以這一球其實不能算流川風的失誤啊 是赤木在擋完人之後還堅決繼續擋 先到進去裡面之後他還在擋拆 所以流川風才被卡了一下 而沒辦法馬上跟上 不是在那邊跟他說話 我是以這個你知道有圖有真相 我是這樣講 因為真的以流川風的體質來講 很難蓋到那一球 好我直接騙掉流川風之後呢 看到光頭過來 所以沒有選擇可能再一次出手 那這邊大招開起來 Thank you very much 這MB把我扣直接扣進去了 好現在時間還剩下一分半 但是還維持著四分的領先 那櫻木的這一個側頭漂亮 成功的騙起 像這種側頭真的不用太多次要變化 不過他們的進攻得分點本來就不是櫻木 偶爾跳出來得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球 你可以注意一下光頭的位置 他這時候還塞在底線裡 那這一球如果他不站出來的話 他是蓋不到猴子 但他塞在底線的原因 可能是怕仙道的二段拉到另一側 他想要去蓋他 所以呢這就是這個陣容很強的地方 你沒辦法 這個啊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你不能把左手放到獅子的嘴巴同時 又想著我右手放到鱷魚的嘴巴也要沒事 你也不能想著你去拔獅子的中毛同時 海倫仙杜絲還要幫你去除頭皮屑 好這邊劉聰聰就跟得很不錯 讓猴子沒辦法出手 那這邊拆到啦 光頭拆到這個關鍵的火鍋 非常關鍵啦 所以才叫關鍵的火鍋 如果打進的話 比分還可以再拉進兩分 這一個step back 所有人都沒有人翹翹過去防守 讓他成功的拉出了一個空檔 比分都回到20比20平手 只要再守住一波 哇那就很糟糕了 仙杜進去分球給猴子 絕佳控擋實機均 這一球呢也是 現在打的每一球都很緊張啊 那櫻木呢是有決勝補扣在的 好光頭這邊大招開起來 沒被擋下來 Thank you very much 這個陣容啊真的很不錯啊 主打一個擋拆陣 防守強度也不會說太差 哇這邊跌倒之後切進去 仙杜居然沒有一二段分球 可能是想控制時間吧 這邊再切一次應該還會再分 時間剩下八秒鐘最後是誰出手呢 一段二段被拆到 時間上的壓縮一定是會被拆到的 如果他二段的話 好最後這邊流川風 只要沒投進一幕還有一個絕陣補扣 他們也要壓時間就好 這邊這個出手 這球進的話壓力就有點大 因為對方還有13秒 我是覺得這個進攻有點太倉促啊 不過人家是 原來是想好的啊 原來已經預測好了 原來如此 那這邊恭喜三帥茶館 直落山拿下冠軍 それは親身的見面 照片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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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